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7月27號星期二 昨晚張家朗拿了奧運金牌 絕對是千載難逢的時刻 但是跟著的報道 很多網上的說話 就是突然間把焦點放在林大輝 為什麼要跟林大輝有關呢? 就是因為圖中 三年前是一個他名下的 跟精英運動員頒上的禮 當時林先生也說過這句話 你拿一張牌子買樓 來鼓勵一下運動員 當時圖中 隻手可義當然是張家朗 另外王振庭當時也是冰冰波一哥 說真的 非常紅 在體育界來說 另外最周邊兩個是學界的運動員 卡比多俄比上界亞運 已經是港隊 我真的忘記了尾色桌球 另外那位學生應該比較小 暫時還未出道 但是 所以很多人立即追著林大輝 看看他找不找數 他找不找數 不過說起他 我覺得這個很神奇 因為林大輝當年有一隻馬 叫極奇妙 相信大家都很有印象 我認為這隻絕對是傳奇的馬 真是神奇到不得了 還有林先生其實 這麼多年來 在馬圈都活躍的 他名下的馬 奇妙是這堆 還有加蔥繼續勝利 這兩隻 這兩隻是舊少少的 然後現在現役還有一隻奇妙之春 那他太太 蘇麗晶女士 就明白現在現役就是奇妙飛揚 也是奇妙系 但是可能大家 因為他的名字擺在前面 所以一時 你們未必想起 原來是這群人 對了 那 說回極奇妙先 極奇妙當年 就是一隻很傳奇的賽區 我形容是 首先 他在外地 他三歲的時候 就是在澳洲 希斯訓練 但是你猜不到他 他竟然跑上二千米 但是大家 根深替猜 極奇妙是短途賣 我來到香港之後 也一直跑短途 就由科理士馬房 跑到葉本輝馬房 而且這隻馬 剛剛那季 其實很多人 尤其是Live 我開Live的時候 很多人問 菊草初出馬 基本上無論自購馬 還是自購新馬 尤其跑一千 我是特別看淡的 因為我覺得一千是很難跑的 因為你太急 太速 扯得很緊要 但極奇妙當年 是可以一出即勝 在菊草一千米 雖然說他排得當 但是一出即勝 始終是很高難度 然後呢 他菊草起家 然後跑回沙田千二 又贏過 一千又贏過 當時在二班 一班的賽事 他也贏過 但是贏過 也很分 因為這隻馬 本來經常被人看小 因為他經常覺得他是軍速 因為他以前不是放頭馬 大家記得他在日本野馬 當然 但他以前不是放頭馬 大家只記得他是軍速 不是很厲害 就是賺下一局 賺下一局 但是誰知道賺完一局 又一局 去到這個0809馬桂 好像沒什麼 因為他評分到高位 表現也很差 去了雙位數字名次 然後季尾去了搖本輝 結果隔了一季 隔了一個暑假 就不得了 就開始他的飛黃騰達之路 再來 這一年 0910馬桂 這隻極奇妙 就是七歲 當時他在二班 一班 就拿到三分 包括了一場 G2的賽事 由黎凱榮 第一次騎 他就一放到底 然後最神奇 他八歲之靈 就遠征日本 跑這個短圖馬錦標 就 是的 亦都爆了大冷野馬 那就 結束了他的傳奇 這個競賽的生涯 那 那當年呢 這隻極奇妙呢 其實獎金都接近1800萬的 講完 那一場短圖馬錦標呢 就帶來了872萬 就是佔了一半 那 當然啦 二林生你的財雄世大 就是這麼多年前啊 大哥 你滾滾滾滾 那只是這些錢 都不知道滾了多少倍回來啦 對不對 所以呢 絕對不需要擔心 三林生會走數的 我相信 是不是 那 那 現在看看長馬 短圖馬錦標 大家都 十幾年前 講起已經 那 極奇妙呢 就中檔起步的 那 當時和他一起去遠征 就是綠色盡威 放下拍那隻 那 那 七號這隻 出來了才是紅山藥的奇妙 那 都要推騎才能放出的 但是呢 最好的事呢 就是因為沒有馬和他 鬥走的 那 那麼 他的形勢其實就好到不得之了 為什麼呢 就因為你看到 現在馬群已經塞了一塊 前面 你見到頂部呢 鏡頭頂部呢 你見到前面的情況 現在遮蓋了 總之七號仔 其實一直拿那條難優 外面是有小小馬逼他的 那 包括了什麼呢 那些 桂冠戰士那些 那些 然後呢 就 對了 那麼 入席路會的時候 你見到馬群呢 是塞了一堆很厲害 你知道報出是很慢的 但是呢 我現在實在找不到當時的段聰 而且呢 因為那天呢 日本是在跑乾塊地 你知道日本那塊地不是人的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看到段聰 就未必覺得前面真的放得慢 但是你看到馬群的走勢呢 就很明顯是塞了一塊 那 然後呢 因為呢 最重要 現在塞了一塊之後 你入席路呢 這個優勢仍然存在在極奇妙裡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塞車塞到嘔 那 因為這場的頂頭大二就是綠色盡位了 那 日本那邊都是一面倒大二 換言之 大家其實都不太看好那些日本馬 但是呢 極奇妙呢 誰知道呢 他現在入席路走掉了 這裡走掉了兩個馬位 鐵欄呢 只有這隻衝鋒進旗 追上來 其他馬都是爬爬的 結果極奇妙放道 頂著衝鋒進旗 最後衝鋒進旗呢 就因為呢 他衝刺中阻到的聖卡羅 後面的王三那隻 那聖卡羅呢 就告掉了他 所以呢 所以呢 最後 極奇妙的這場馬 那個贏下距離呢 是一個多馬位的 就是很有說服力感的 那 因為呢 其實這場馬呢 我認為真的天時地利人和 什麼都齊了 首先 就是天時 因為那天是出猛太陽 所以呢 就很乾快的 那 結果呢 極奇妙呢 就賺了個放頭先 然後呢 就 拿我這個停停 然後呢 就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那個地利 就是 那個 塞車的情況 其實在說裡面 那 因為呢 最結合了 人和就是當地的馬 我覺得當地的馬 就真的不太行 因為那一屆 譬如拳難奇蹟 就是外面 14號這隻 原本是第三隻 升了上第二隻 是的 那麼 他就 衝了200度 就乾了 就是等個男子而已 然後呢 其實也不是衝得很厲害 不過叫做日本 就罰得比較嚴 對於這些 阻碼的情況 那 所以呢 就把那隻 衝進器 就扁了到第四 然後呢 那些 後上馬 跟前的一卡尾轉 就是這隻 這個鏡頭 看到沒端的那隻 就跑到第五 就是完全威脅到極奇妙 而要追的那些 就譬如 綠色晉威 最重要 就完全在中間堵死了 是的 那麼 當時呢 就 而且呢 這一次最神奇 就是這個全華班 正宗的 極奇妙的 本身馬主是 林生 然後 蓮馬斯 尤本輝 其實才是黎海榮 換言之呢 即是 即是 今春六十之後 再遠征 贏一級賽也好 都不是第一隻 這個全華班這樣贏 已經是 跟極奇妙 是一樣的 頂撞也是 所以他舔了我 頭淡湯 真是正宗的 是的 而且呢 就 最重要 因為這隻 極奇妙 轉了去尤本輝 為什麼會變了 放頭馬呢 其實就是有一段 故事要講一講的 就是這個 575這一場 其實因為之前 已經是放頭贏過的了 但其實當時 大家一心都是想著 其實都是想幫 蓮華生輝 因為當時 蓮華生輝 比較尾棋的蓮華生輝 開路 做捕捉 但是呢 誰知道 因為這場 三五四這場 叫做 八周圓短途錦標 就是 蓮華生輝 跑第一 奇妙 跑第二 這條馬 順利開出的 所以呢 這場 就是 當時 阿輝哥的功力 都一時佳話 但是 原會這兩場馬 就想著 一起 遠征日本 誰知道 相機的時候 因為搞長山 這個 聶華生輝 所以 就 沒有去到 極奇妙呢 自己也沒有去到 是啊 那麼 輾轉 去到 下季初 因為一來 極奇妙 都去到這麼高分 而且他已經是二級賽頭馬了 之後 五月的時候 拿了這場二級賽 所以最後 阿輝哥 就跟馬主商人員 給極奇妙 自己一隻 都是遠征的 結果 爆冷爺都馬了 香港三十多倍 日本四十九倍 當時 那 看回這場 不是這場 是 是這場 就是為什麼 極奇妙呢 會突然變成二級賽頭馬 就是這個短頭錶 你看看段速 二十四個六一 頭斷 嚇死人 第二段都慢 二十三個一六 就是 賺到偶電 所以 沒端二十二 一二 追 你看看 當時 因為香港的短頭馬 因為後遼亞生分時代 歸類 其實都很缺馬接班 這場馬 大熱 是鳥語花香 當時 幾乎是千四 幾乎是 但是 縮回來千二 其實原本 都以為他舊班 因為他在千四 已經贏了一級賽 這場馬之前 那場叫做 呂環希紀念杯 已經贏了 但是 誰知道跑下來 因為他就靠追 你這些斷速點 追 都不是個 養榜的問題 你看到二三四名 其實都是嚴滿 就是全部都是後追馬 就是包括了 綠色盡威 另外第四名 還有一隻 經常跑屁的同一世界 但是其實 在我心目中 綠色盡威和同一世界 都是那個水平的馬 唉 靜的喝 因為這場馬太久之前 所以就 沒有 都不要說沒有高稱 清一點都沒有 但是 都很清楚 因為馬少了 幸好 四號仔的奇妙 因為其實這隻馬 很大隻 他又出來了 先放頭 外面那隻點心 在那個年頭 都試過爆冷贏那些 一二級賽 然後跟著 他們兩隻 那天就來二大的 開心歡笑 然後 第四名 很有福 然後 後面 鳥與花香 然後就是綠色盡威 然後 就 第四 不是 這個尾 那兩隻 就是火箭動力 和同一世界 那 你看到 極其妙 就帶著馬群 很輕鬆的放大 兩隻兩隻 只怕拖 只怕一隻馬 那走到進來 完完全全 極其妙 沒有散的跡象 一比類 先彈去點心 然後 後面 開心歡笑 因為三四名 那兩隻馬又不多 真的夠暈 因為幾隻實力馬 都是後上馬 外面上街 綠色盡威 一定是最好的 最出的是 鳥與花香 潘董的車輪邊 車內都沒有什麼反應 只有籃子 但我當上街 同一世界 勢比較強 但是 全部都追不到 極其妙 綠色盡威 輸了一點 因為最後幾步 越衝越厲害 但是 綠色盡威 剛才在日本那場 真的被這隻極其妙吃著 每次他一放 就被他賺到盡 說實力 說實力 就肯定是綠色盡威 好一點 不用說 你看完他斷速就知道 已經已經 對了 所以 我覺得這隻極其妙 我形容的是神馬 就是這樣 就是讚完之後 可以再賺 甚至你再賺到日本 即是你在香港 跑級制賽賺都算了 你再賺到日本 竟然還可以賺 那 真的 真的 跑馬 好像以前 表叔說的 放得出來 就什麼時候也好一點 這樣 對了 今天 回味完這段影片 當然 最後 其實 我自己還是很興奮 因為 上兩屆奧運 12年和16年 倫敦和你約 其實小弟當時 都是在做體育 所以 說真的 你做得做得到一隻狗 真的沒什麼心機看 其實 而且 最重要是因為 那些重要 即是 時差問題 那些重要賽事 全都在半夜 舉行 真的累了一隻狗 真的沒什麼心機看 所以 但是 今屆是東京 那些時間 靚得震 然後 加上 我沒有做這個行 所以 就 適同其會 可以說 那種興奮感 就更加強勁 對了 那 這裡 就看到 回味完這個奇妙 有多神奇 這隻馬 所以 當時 最後 當然 希望 林生 現在說了 250萬 就在他自己 名下慈善基金拿出來 加上 本身 金牌獎金 政府 500萬 合共 750萬 他應該夠了 用現金來幫 給加朗自己選 但是 很多人都不收貨 就覺得 你送樓 當然是你自己一層 你來得別人 令我不飽還怎麼用 那 總之 這個即場刷人情的遊戲 就繼續 希望 大家 多多支持香港運動員 無論有獎還是沒有獎 當然 希望有獎 對了 那就 就是這樣 今晚 最後 今晚 八點鐘 就是猜球 我會講一下球 那 現在 就 對了 來到 尾聲 這條片 你看到這裏 多做幾場球 那 記得 呃 星期 星期 二、七 那場 荷蘭女足 其實 很大 很穩陣 但是我猜不到 現在下下下 就非常熱 但是 我覺得 都是大的機會率 很高 這些女足的賽事都是 那麼 大開的球隊呢 就包括了 荷蘭 巴西 瑞典 但是呢 因為他們今天的賠率都比較乏味 那 就 可以找選幾個人大 這樣過一過關玩一下 好了 那今天講到這裏 嗯 是的 那麼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繼續 點讚、留言、分享 那麼 希望 香港隊可以繼續在奧運有好成績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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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今晚 也有 未來幾天 都不斷地會有我去角馬跑的 那麼 那麼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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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